從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出面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過你看Facebook 誰救我威?我是科技才子 我乾爹是skip job,我奶媽是Bill基 什麼?Bill基餵奶這麼重口味? 你們別管,看招 唉,其實想聊一下科技 又不一定是師兄才子,猛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說一下科技,說一下電玩 還有不少得搞一下難驚 我們就是科技集帥 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集帥網台版 今集是第七十四集,我們看不到 是,七十四,七頭也不在這裡 那七頭也不在這裡 因為不夠七的頭,所以七頭不在這裡 那七頭不在這裡還有誰呢? 我是軒 我是大王 好啊,銀框 是,今天照教我們三個這裡 吹吹吹吹,說一下科技 照教Part A是科技新聞 Part B是電玩新聞 一些新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就記得上去Like我們的Page 再加入我們的Facebook群組 YPR綜合吹吹吹區 大致是這樣的 直入完自己的廣告 可以開始今天正題 軒哥首先 今天有些什麼要說 第一宗新聞 對很多Apple粉絲來說 有一個雜弱的新聞 有一個新的服務在香港開通了 都等了幾久 好像美國年多之前 你不說我也不記得了 其實就是那個叫Apple Pay 自從沒有記錯 是iPhone 6開始加的 iPhone 6開始加了NFC 在手機裡面 就是為了Apple Pay用的 終於在這個月就來了香港 在座只有我一個用iPhone 所以我自己也有試過 軒哥 你用Apple Pay 首先開啟的時候麻煩嗎 不算麻煩 因為它其實在Option 它本身已經有一個叫做 Apple Wallet或者Apple Pay的 按進去之後 你按S使用卡 接著你就 拿相機拍照 你的使用卡 它自己就 幫你填滿那些形狀 好像買iTunes卡 課金一樣 一天一天 都幾快的過程 好像都一兩分鐘內搞定 但是就要留意它現在 它不是全部的 它當初所說 是Visa 和MasterCard 那些就有 現在就變成 有些信用卡可以 有些不可以 最主要就是 匯豐恆生一定有 渣打 有間星展 有間中銀 和American Express 都是可以做的 之前吹到很大的東亞 之前經常說的 還不可以 暫時是這樣 加上去就不難搞 但是用下去又如何呢 你有沒有出去用過 有拿出去用過 我去到那間Starbuck 講習慣了 哈哈哈哈 講不完 是 是你一個Starbuck SStarbuck 應該去喝咖啡 是 那 Who fucking care 那間 是 是 星巴克咖啡 是 那我去買東西 去到付錢的時候 然後我跟他說Apple Pay 然後那個店員就馬上 你拍張電話進去 很自然的 都可以的 很明顯的 有人跟他訪問過 有新Service 那些 以後會有一班人來 拿一部iPhone拍過去 那也很方便 你可以先按下Apple Pay 即是Payman的位置 或者你把手機放進去 它能否認識到有的時候 叫你把手指放進去 打手指毛 兩個做法都沒有問題 我那天你第一次試的時候 都說過 就是有一個 不知道是算幾 我是想說 幾方便 還是幾困難的東西 是的 那Active這個 Apple Pay的功能 它加完卡的時候 它會問你 就是說 你會不會 開那個選擇 就是按兩下的控制 即是你關掉螢幕的 你按兩下的控制 因為它自己就會 開了Apple Pay的介面 嗯 對 它是彈回使用卡 然後叫你打手指毛 嗯 其實聽起來就好像很方便 實際用起來都可以 但是我用起來就有一點問題 因為 這部6S 它的指紋加速實在太快了 哈哈哈哈 真的太快了 即是我按下去 它有時候我還沒按到第二下的時候 我竟然解鎖了這部機 哈哈哈哈 這樣就變成我按兩下 就不是去了Apple Pay的功能 就去了Home Screen 對 那就變成了 可能要用另一隻手指按兩下 然後才打手指毛 即是用你沒有認證那隻手指按 是的 那變成那個感覺有點奇怪 是的 那阿蛇就在這裏說 你這些用手指甲按就可以了 不如來讀吧 不如 他說是 那我沒有手指甲 我錯了 哈哈 不好意思大哥 不過我都提到 如果是用這個手指毛解鎖 都注意一下 那都是 因為我剛才看過的反應 真的如果你按遲一下 那一出就會出了Home Screen 是的 那變成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可以有個App 即是像平時按App 按Wallet的App 都不算是一些大問題 不過我平時 我現在這陣子 我少了拿一部iPad 我又拿一部Nexus那部機 出來用 那部機有NFC 我發覺我把iPhone放底的時候 它NFC的器材會整天 叫了一個Apple Pay出來 即是跟那些都有NFC的裝置 它認到有些東西在那裡 叫你對出來 你問你是不是要付錢 這樣 這個是有些奇 有些有些有些有趣的東西 算是 但是整體來說 你都覺得幾 算是OK安全 還有都算快 OK的 因為它那個反應都很快 因為我對上去付錢 跟我都打通的時候 基本上差不多 我會覺得 你對上去 對上去 然後一聲就付錢 其實它那個速度 基本上差不多 我覺得 而你對上去的那部機 就是平時Visa Master Touch Pay 那部Visa Payway 現在很多店舖都有 譬如 七仔 八街衛康 那些 它收銀那裡也有個Payway的那些機器 就是白色的上面 貼了很多貼紙 其實你又把那部機器 那現在應該用到的了 對 整體來說 你覺得都方便 都OK的 但是你自己會不會 主力用Apple Pay 還是用舊有你用開的那些付錢方式 信用卡 我自己是少用的 嗯 但是 如果你用八達通來跟它相比的話 我會先選八達通 Apple Pay後的 那為什麼呢 始終 一個是連貼紙卡 一個是Debit卡 我就變成 好像八達通那邊 我會安心一點點 而且 還有 支援Apple Pay的商戶都有限 暫時 我都是 香港來講 都是八達通會好一點點 還有 有時候買杯咖啡 買少許東西 都要計算 一張信用卡 有什麼煩 我會覺得 你使用卡那張單 會有很多瑣碎的稅 因為始終你八達通不用煩 我就扔了些錢進去都就可以 但是 就有些人可能會想 就特意開一張卡 專用Apple Pay的 那 就 因為我八達通 我不會有月結單 那 如果要月結單 這樣來給的話 可能他就特意這樣用 我認識一些人是這樣想 看你自己是哪一類的用家 還有現在Apple Pay 剛剛來到香港 每間銀行都有不同的優惠 對 很多間銀行都有優惠 自己看自己用哪一間 有不同的優惠可以選擇 通常都是便宜十元八元 有些九折六折之類的東西 自己檢查一下自己的東西 如果要用 聽天歌的意思 應該會用八達通 都比Apple Pay 可以說是個人習慣 算是 還有 Apple Pay 有些限制在這裏 第一 它支援的商戶不是很多 第二 你的電話要是iPhone 要有電 你沒有電的話 怎麼用FSC 電這個是我最擔心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不是用iPhone 但是我那張SIM卡是八達通 我都不敢說主力用那張 我只是想個時刻 如果沒有了錢 不是 沒有了電 我沒有了電 那就麻煩 所以主要那張一定不可以是它 我覺得 還有如果跌了會很嚴重 都是的 但是理論上要指紋認 理論上是要指紋認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跌八達通的信心 就跌了電話 就是跌了電話 就是跌了大件的 雖然我到現在都沒有跌過一張八達通 跌了八達通 你頂多虧定金或者虧一兩九 你砰到盡就五九 但你跌到電話就很難麻煩 如果你是一個很重度的Apple用家 即是很重度的Apple Pay用家的話 你是可以塞好多張使用卡下去 叫做你可以帶少幾張卡出去 但是我塞好多張使用卡下去 但我付出這些錢 全部都是小ISO來的 那我就覺得有沒有這麼大的作用 我又有一點保留 那沒有的 有些朋友可能要說 要我的生活完全被Apple 即是完全投入Apple的懷抱裡面 那才是我最開心的生活 那我考慮要的方法 那提多一句 其實它的保安那裡 就安全過你自己普通用信用卡 因為你在平時用信用卡的時候 它是會拿到你的卡的號碼 拿到你的名字 起碼將卡上面印到的個人資料 它會知道 而如果用Apple Pay的話 它只不過是會用你那個商用卡的尾數 和一個Apple它自己的編碼 即是商戶只可以拿到這麼多資料 那它就會傳到Apple那邊做個認證 那變成那間商戶就不會拿到你的資料了 OK 那Apple Pay這個差不多 差不多 雖然剛才有些位置都叫做 讚一下巴雅通就說不用那麼煩 即是叫做時間充值又行 在信用卡過數 即是自動增值又行 理論上巴雅通很方便 不用那麼多額外付的錢 但是巴雅通可能就明白大家 你還說我不用額外付那麼多錢 我就額外整個位置給你付錢 那就近來有一宗新聞都挺搞笑的 他出了一個新的產品 巴雅通 是一張獨卡機 為什麼會拿出來說呢 其實就因為這個都挺有趣的 為什麼呢 Apple 機的NFC只可以用來用Apple Pay 就不可以用來做其他東西 是 今次就出了一個 近來出了一個 應該說 有一個叫做好易比的服務 可以用電話去過數 過給其他霸通 即你可以卡過卡 我過幾個水 或者幾毫子那些給人 這個服務呢 只是Android機才可以用 現在他為了iOS的用家都可以用 他出了一個卡記者 就是要多少錢呢 就228元 買這個巴雅通的卡記者 有什麼用呢 你就可以查數 你把巴雅通放上去 就檢查你多少錢 這個很簡單 很基本的 第二樣呢 你就可以 經過一張信用卡 去幫你把霸通增值 不是 霸通不是有自動增值信用卡服務嗎 那些要申請領先 現在即興想做就做 什麼意思呢 你即興買一張228元的卡回來 然後再跟他入錢 不是說你即興買200多元卡 是你有張200多元卡在手 你可以即興無故事發行想 拿信用卡充值外就可以充值 就不是說即興買200多元 你先搞清楚這件事 就是走到外面 哎呀 附近沒有七仔 附近沒有OK 你這些是保養黨 我又要增值我怎麼辦 不要緊 我隨身帶了228元的卡機 很便宜 高科技電子零件 那我就可以用上用卡增值我去八達通 是不是很開心呢 那我搭車就有錢搭車了 它不只這些東西吧 不是 真的很無聊 沒有其他東西嗎 它可以讓你上淘寶購物 即淘寶的時候要認證購物都可以用的 還有呢 你可以透過這張卡 去Activate你那個八達通自動增值貨物 哈哈哈哈 即200多元回來 只要增值貨物嗎 功能表那裡有寫這一項 哦 給你而已 給你而已 冷靜一點 即是你買了228元的卡片回來 你覺得都是自動增值的好用 你可以在那裡Enable 然後不用你那張228元的卡片 是不是很貼心呢 那會不會銀行申請去搞好呢 你去地鐵站也可以啦 不用去銀行啦 我們Celial Guard那個地鐵站 我們次而來錄音都有幾個人 在那裡叫人去申請這件事 對呀 我買200多元去增值好過 而且很實實 那用iLoan那班 你喜歡這樣做 那就是索性什麼 用Apple Pay算 但是他又想讓Apple用家 會繼續用他的八十通招這樣說 那問題是 你要人家給了200多元才用到這功能 你不要玩啦 你說Android那邊 保持著那些功能 那就可以了 但是你iPhone那邊 人家給了200多元才 哪有跟你瘋而已 即是不要玩啦 200多元可以買他的八十通招 差不多 200多元你可以增值寶寶程車 其實200多元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實 真的 這個差不多 叫做說出來笑話而已 對 接著下來的那單 就好像應該要有些溫馨啟示給大家 對嗎 對 話說 最近又有一部電話 在香港爆炸了 是哪一部呢 Samsung的Note 4 Note 4 就不是爆完就變成Note 4 不是這些不算是新聞 這些不是 就是它好像那些Patch Note那樣 是定期的嗎 即是定回人的意思是 定回人 那 就幫他補一補飛 其實不是三星的問題來的 其實 因為這次他爆炸了那條人 他就自己出來說 他說 去了一個葵涌廣場那裡 就買了一個叫做代勇電 噢 也是用一些 就是 不是原廠的充電器 所以才會爆炸的 即是雙重飛原廠 對 那就是危險的 是 因為其實你現在 香港有一些商場 或者買一些 無論是充電器 或者是電池 都是一些強角牌子 是 說得難聽 那些網民商場買了一些淘寶貨 是啊 喂 淘寶貨 淘寶貨都說 有時候只不過用壞臉的充電器 假貨好過真貨 你說什麼 哈哈 我沒有說是假貨 我說是強角牌子 就是強角的原創品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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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見過有些不是強角牌子 那些什麼 印度 那些什麼 南美 那些 所以 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大家用那些 電都好一點 如果你是用那些充電器用得差的話 真的很危險 我實在 充電器 我當你200元買一隻 漂亮一點 百搭 有分頭的那些 好吃 你要買一隻便宜的 就是30元 實在是你給那200元 你真的買一隻安全很多 買正常常那些 你有時候這200元不要節省 是啊 暫時先說這麼多 其實主要是說一些關手機的事情 想提到 那你今天好像是另一單 那關手機的事 沒錯 大家都很常會 就是買了一部電話 新機落地 又不想去開花 自然就想買保護貼 而保護貼 就是做電話玻璃 相信大家都聽過 康寧那間 就是什麼大聲聲玻璃 大聲聲 很多間廠的 那個電話玻璃面 都是用康寧的 他的玻璃 都是說到 他們最厲害的事情 就是 怎麼下跌呢 除非是某些特別的角度 都可以承受某一個高度的壓力 通常某些手機 所以就算你三眼掉下來 都沒什麼事 不是 厲害就是 基本上你一般 你不要拿一把千年寶刀去割 你沒得玩 手機都切開 但是你一般說 可能塞在褲袋 有少許摩擦 操容 那個玻璃螢幕 都不會很快就用到 花光了 那基本上 以前螢幕 有些舊機 都是用大聲聲螢幕的 那時候我用到現在 那一部還扔在櫃桶 櫃桶開出來 你見其實都沒什麼花 我保護貼 所以 他都算是 出這些玻璃螢幕裡面 其中一間出名厲害的玻璃廠 那現在還是一間 最龍頭的電話螢幕生產商 就是螢幕的玻璃 玻璃 另外一些人 都開始有些保護貼 最近流行玻璃貼 玻璃貼 很多人都用到康寧的名字 就是我用康寧的玻璃組 說得很威風 很厲害 賣三百多四百元一張 那些 開出來 拍完片 還說用一副割刀 割下去都完全不花 要燒也燒不出 有些店舖 本來就像電視一樣割 但是我回去用幾個花了 以前 你厲害的嘛 大王 我每晚回去 聖舊事聖事聖劍手都試 誰知道你回去 跟那些 你閉嘴你半腳 說回新聞 又抽水 你這個人渣 破口的 你這傢伙 講手機新聞都講這些 總之沒有 所以又要做 有些店舖就說很難花 其實用幾個我發覺 不是他講那個文化 就是沒有他那麽厲害 最近 康寧玻璃 他就出來說會出一個新產品 就是出玻璃貼 那些人就開始覺得奇怪 不是一街都是在賣的嗎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自己闖出來出的呢 然後 有一些網站 就去訪問他那些 裡面的高層 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出 是不是街上那些 你看不過眼 街上那些太廢了 然後他說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實出來 他說康寧玻璃 是從來沒有授權過任何一間品牌 去出保護貼的 那現在閃面上那些是什麼來的呢 那自己想了 回答你那句 假火好過真火 那他們就說可能 就是裡面 他們用回他們做電話玻璃的時候那些原料 就拿出來 自己做保護貼 就是做其他用途的 就是怎樣的 以前四驅兄弟 麥林號冷靜一件零件 拿一件零件 駁的新車 這個是繼承了麥林號靈魂的 新車 應該是麥林號來的 這麼說嗎 那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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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他的原材料自己做 就說他是康寧玻璃 明白了 變了 可能會對他自己推出的品牌 可能會有一點點信心 到時看看他是不是 康寧 就算說未出貼 大家都對他的玻璃一向有信心 就算你電話未興起以前你出的主食用品 那些全部都很出名 所以大家看到市面上的康寧保護貼 就自己想 值不值五塊錢 自己量一下 接下來就說一宗 又是另一個很出名的品牌 很出名的品牌 這次的表演多短目 我現在真的OK 這宗新聞我真的留意了很久 其實 由他論文一邊講 講到現在 我都一直有看 因為我想買notebook 但中間有時候 你會變成劉德華的樣子 吹吹吹吹吹吹你 先說哪間廠 小米 小米出了一項 驚天地泣鬼神的新產品 新產品 新產品 line 小米的notebook 它證明是小米不忌本 而它英文簡稱 大家亦都非常熟悉 是 MBA 對 什麼book air 它怎樣讀呢 它就是 mebook air 我覺得縮小一點 MBA MBA 我們買MBA 你的名字是MBA 是不是很帥 為什麼你的那部book air 走windows 跳撥來跳撥來跳撥來 Boot cam Boot cam Boot cam 它這部機 大家一眼看過去 就算你沒看過產品 你聽過名字 你也知道它抄什麼 是嗎 Macbook air 對 那你再看那部機 怎麼是那些產品 就直接看過 哈哈哈哈哈哈 喂 又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你看看 你看看 它掩蓋了一個蓋子 真的 跟Apple的Macbook Pro 它比Air 因為它又是 屎屎正正的樣子 它又不像Air 有個彎彎的 機底 它最大的特色 很多人在擔心 買了一些強國牌子 就很忌諱 就是它的面子 就帶大一個強國Logo 在這裏 神舟的那種 你看到 你拿到街上 就被人笑的感覺 那它就 有自知之明 不是這個叫User Friend 也是的 哈哈哈哈 知道大家不是什麼 他在機面那裏怎樣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只有機在這裏 即是Logo 沒有Logo 沒有成的 一塊 就這樣純金屬在這裏 它很體貼 它要你自己刻上去 或者用貼紙貼上去 貼過什麼Logo 你明白了 因為我們每一個 買Apple Polar的人都知道 買完裡面是有兩張貼紙 哈哈哈哈 那兩張貼紙 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什麼用 如果你買這部Logo 我覺得你找到一個地方貼了 哈哈哈哈 其實它官方也給了一些指示 是什麼呢 就是 它就說 如果你是喜歡一些沒有Logo 你可以就這樣用的 但是如果你是覺得 有些Pattern好看一點 它官方出了一些貼紙 給你貼的 它就是用了一些明畫 用來做貼紙 其實它這個想法也OK的 這個可以自己自製 但是貼紙 你自己貼什麼 你自己決定 其實老實實 你本身MacBook也貼貼紙 有什麼機器不行 有一個蘋果Logo在 你怎麼不外國 對不起 那它這本MBA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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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講了那麼久 它的規格如何呢 它的規格呢 其實就是 其實是市面上 一般你看到的 那些Ultra Book 來的 那先講便宜那部 便宜那部 便宜那部 12.5吋 它用的CPU 其實我是很失望的 它用Core M3 這些是上世代的東西 最低grade那一顆 那我預期它起碼也有 一顆M5的M7 你拿一筆M3回來 我感覺好 它是 怎麼說 不吸引 它有新的M3 但是 你產品最低的那層 都是不吸引的 我覺得 4GB RAM 128SSD 都正常的 1080P屏幕 那部機身 那部機身 就重1.07kg 那也算輕的 那部機身 因為以金屬機身來說 它是很輕的 其他Ultra Book 你 這個重量 它多數都用膠 那這樣是OK的 那 而那個價錢呢 就 沒有些人 就是你小米出來 你通常都預算它是很便宜的 吹得很厲害的 之前的新聞 那它這次呢 就做不到一些很好的offer 它就 三四九九的人民幣 為港幣呢 就要四千多元 嗯 是的 變成吸引力 就不算特別大的 我覺得 其實這方面可不可以這樣想呢 就是說手機那方面 其實那些材料 真的 價錢是比我們想像中低的 所以小米那時候 真的薄利哥銷 就可以壓到一部手機便宜一點 那一部小米的Notebook呢 他們是用台灣的代工廠的 嗯 其實呢 就跟其他大陸品牌的那些貼牌機 就差不多 都是找那些代工廠做 用的材料都差不多 但它自己就用了別的設計 金屬料啊 那些 就變了是 我覺得會好過你普通 鐵牌 鐵牌 即是強國的那些 山寨機 那些 這個價錢就 味道 一些人 好像以前小米電話那些 那些 那種吸收 嗯 那 而 說貴那一部呢 就 吸引力會好少少 嗯 是什麼呢 就 13.3吋 的 那 有 用Core i5 的 6200U 其實都很普遍的 就是現在的主流CPU 來的 那 8GB RAM 256SSD 都是1080P屏幕的 那 還有它說到明 它的機器裏 可以給你插M2 即是SSD 你可以自己加 那 其實我覺得這部都OK的 那 1.28kg 都不算重 而它這部機器最大的吸引力呢 就是它有獨立Display卡 嗯 有獨立Display 就 有一張940MX 的Display 在那裡 那 那 價錢就 4999人民幣 嗯 那 為港幣 大約 是 520 我之前計算了 是的 那其實你5千多元這個價位 而又 即這個價位的Ultra Book 嗯 那其實你很少見到Ultra Book 是有賣 張Display卡 在裡面的 這個真的很少 這個很少的 而相比起它低價的 成本來講 它中階機可以做到這樣 又有獨立Display卡 價錢是比較有競爭力的 是的 是貴這部是吸引力高一點的 是 那我檢查過其他品牌 類似規格的機器 那 有一部華碩的UX303UB 它的Display那些全部一樣 是相差一樣 那個RAM 小米那部是用DDR4 嗯 華碩那部用DDR3L 嗯 那它那部華碩呢 就賣9290 哦 是的 那大家 那價錢就差了差不多一半 是 如果是這樣算的話 不過華碩那是香港行貨價 是行貨價 是行貨價 那它行貨就是食水心的 老實說 因為華碩是幾間notebook廠裡面 我覺得好像零食水心那間 是香港版的 是 香港代理問題 應該是代理問題 因為那時候我也留意過一些 會行獨顯的一些notebook 就是所謂可能可以做Gaming那些 那就是看到有些水貨和行貨可以差很遠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信心 或者夠不夠膽買水貨回來 那這個華碩有這個問題 所以它真的貴一點沒辦法 這個 沒錯 其他品牌有沒有差不多 其他品牌我看過差不多 因為它有賣DDR4L 所以我香港找到這部 那可不可以說如果你是 一 你不介意大學品牌 二 你想要Ultra Book這樣的尺寸或重量 三 你還想這部有獨畫片時刻 那其實可不可以說它是一個好的選擇 這部都可以這樣說的 其實可以這樣想的 你們忘記了有另一個很重要的點 好過壓軸嘛 壓軸嘛 不如這樣吧 先弄個音效出來吧 先弄個好一點 一個小銀子 是啊 這叫做窄地有聲 我們是說什麼呢 說回他自己發佈會 他的老闆雷君很喜歡說這些 非常語足驚人 震驚十三億人民的口號 震到火星 他大陸很喜歡說那些什麼 黑尿啊 黑毒奶那些 即是達國藥 黑毒奶屎 那他說了什麼呢 他就說給那一元銀還要薄 是啊 他就說很厲害啊 那一部六波 他給一元銀薄 他科技已經做到橫擺一元 已經可以薄一元 是直擺一元 我心想 我剛才才比較過大王現在桌上那一部 應該是MacBook Pro MacBook Pro 還要厚的 25吋的都沒有 15吋沒有Wetler 2011年模特兒 是厚的 因為有碟機的 薄過一元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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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沒有記錯 家裡好像有一部MacBook 以前舊華石那些 好像一千億全 就是那一堆 我沒有記錯 都是薄過一元銀 基本上 你是用一部台機來的 如果不是 你說回到五六年前的Nanovo 那些Think Pack 有些是真的可以 五六年前也不行 十年都來 十年前也有 五六年那些 其實我開始已經薄了 因為好像我MacBook 現在我這一部 數回到五六年 那時紅旗 其實差不多厚薄了 還有它Compare那張照片 它是拿一部MacBook Air 最厚的位置 跟它自己的相機最薄的位置 在一起的 哦 有玩這招 但好像是大家差不多厚 所以認真 不要用這種東西來認 有時候衝出來不切 就會變得衝出來 現在這次 就令到震驚了整個 任何的界別 所以上Facebook 千年見過那張照片 就在笑 沒錯 再說一兩句 既然這麼喜歡 跟Apple相比 那些人就自然拿來 跟MacBook Air相比 的啦 那麼比完之後 這樣 是有比MacBook Air的位置 譬如它部機的螢幕 的邊框那裡 就真的很薄的 鍵盤的尺寸 就比較大一點的 那些電量都OK的 Claim 是去到12個小時的 那麼 剛才說過的 比較新一些 那麼 MacBook Air 你都沒有更新的 是 不好意思 亂入一下 我今天 帶了個炸彈 上來就亂入阿仁 是 亂加蔣子的孫 是 你好 我剛剛說的電 我想問 他們有沒有實測過 會爆炸的呢 我想問 那我應該會做一份報告給你 他都很難在發佈會 跟你說那部機器會爆的 各位記者朋友 現在我們就準備了一部機 這部機 待會就爆了 你既然不想新職 就麻煩你這部機器走 他在發佈會那裡 就聘請 MIFBUSTER 那兩個人上來 用C4來解決他的 試試穿人 就搞定了 我相信 應該不會太大 我相信有 沒有 他已經測不到 暫時他確定有這個數 但實際是怎樣 當然要等大家 拿一部機器出來試 才知道 是 還有一件事 他的機器是 比其他機優勝的 他就 拿到一些新的技能 算是 USB Type-C 都有的 不過現在都很流行的 但他的機器 又不是只有一個頭 不是 有兩個正常的 Full Size USB 3 然後就一個 Full Size HDMI 這方面比某廠做得好 還有一個 Backlight Keyboard 有Backlight 有Backlight的 Ultra Book 其實不太多 也不多 如果從這方面去想 算是這樣的 算是這樣的 有他吸引的地方 有興趣可以想一想 自己留意一下 不過我有一點奇怪 除了他的價錢 比我預期中高之外 他沒有觸摸鏡 這方面 我覺得有點奇怪 其實 是不是技術問題 他不想搞那麼多 還是 還要再貴一點 可能貴一點 他就很違反他的品牌 路線 有可能 但是 他不斷推銷他的觸摸 很多Multi Touch 我心想 Window的Multi Touch 都不夠Mac機 是很厲害的 Window反而 就不用Multi Touch去打 現在已經 你Window的主力 是做Touch Screen 你說Multi Touch 我直接觸摸螢幕 Window是用這個方向打 沒有用的 那就變了有點奇怪 這個位置 我那次成本問題 我自己覺得 不奇怪的 今天的新聞 其實都來到最後一宗 最後一宗都不斷意提一下 不斷意提一下 因為我算是 算不算是叫虎主 又不叫虎主 關你事 關我事 就是Ninfidia的GDX970 這張舊卡 都算是 還算是近期來說的卡王 因為970算是比較多人 即是主流的卡 主流的卡 那 要提到什麼事 就是因為當年 Ninfidia出了卡 那時是說 這張東西是4GB的 是 但是 之後有人實測 就是說 當這張卡 去到3.5GB的VRAM 程度的時候 它剩下500MB 因為架構的關係 會有速度上的減速 所以 雖然不是說 在效能上是非常之影響到的 因為我自己都用970 其實 你說問我 有沒有很大的影響 我自己也不會特別覺得 那 而且當年970的價錢 都算是CP值挺高的 是 但是 也都有一些消費者 就去美國 就去消費者 所謂消費者委員會 就告他們 就上了法庭 是 搞了那麼久 之後 單官司是終於搞定的 最後 Ninfidia 就賠償 是 就每張卡 是賠30元美金的 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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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斜望在香港有 是 香港的代理都不理你了 這個真的 是啊 其實 講這件事 其實又不是說 什麼 我自己買了一張970 都一年多 是不是不好用也不是的 都算OK 還有現在 10是列出了之後 現在9至頭的都減得很厲害 是 都減了很多價 是啊 970好像已經跌破了 3000到2000幾 我記得 2000幾 還有買卡 現在香港正在吃炒價很厲害 是 現在炒價真的很厲害 那張1060 現在炒到差不多近3000元 是啊 但是1060在美國 是賣不知道199 是 他正式的價格是199 即是一千多元的卡 是啊 變成炒得都比較過分 少少了 我只是說 我不在美國 我沒有錢 是啊 雖然3元美金不是很多 但是 我那時候買 買成3000元 是啊 是啊 那也是的 不要怕 藍哥你也是 認命吧 買了 買了 早買早享受 遲買便宜幾個 即是遲買便宜幾個 在裡面 那不如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科技集數 不過待會就是講電門新聞 好吧 休息一會